今天盖的房子是三十万五千刚刚盖起来的 也是在西南区 离赌场大概十五到十八分钟 然后离机场大概十八分钟左右 现在新建的房子呢 因为地比较贵了 所以你看到外面的院子都没有很大 但是好处呢就是比较容易打理 这房子的总面积是1657sqft 就是165平 通常他们厨房旁边都是一个厨物柜 然后楼下呢就有一个办公室 这办公室有衣柜的 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可以把它改成是房间 这厕所 半个厕所 没有浴室的他们都是算是半个厕所 一进来呢 右边是另外一个客厅 然后呢 这里是两个房间 小孩子的房间 另外一个房间 另外一个房间 是主卧室吧 这里是这三个房间的厕所 共用 然后呢 主卧室呢 在对面 现在新建的房子都是卧室 主卧室跟其他房间是分开一边一边的 这里是洗衣间 非常实用 新的房子洗衣间都在楼上 因为他们发觉原来每次要洗衣服的时候拿去楼下很麻烦 所以现在新建的房子洗衣房都是在楼上的 主卧室非常宽敞 虽然房子没有很大 但是这个衣帽间非常大 可以算是另外一个房间了 然后主卧室看出去的景色 是办公室 这样子没有很多邻居 比较有私营 好了